做刺绣 吹竹笛 跳中国舞 眼下 以兴趣和自我成长为导向的培训服务火热兴起 夜校成为中国年轻人热衷的好去处 师资可靠 价格实惠 交通便利 既解压又能充电 12月15号 在合肥市工人文化工传统手工艺课堂上 学员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坐着手上的刺绣 在奶奶身边长大的文文从小就很喜欢盘扣 刺绣等传统手工艺 她告诉记者 利用工作之余来学习刺绣 不仅是兴趣爱好的拓展 也是对身心的放松和性格的沉淀 我觉得学习这种传统的 就包括刺绣 一方面是很解压 它能够带着我生活一些瓶颈 另外一方面的话 学的是一种追求传统文化 觉得去学习它 其实是一种心灵上的一种比较美好的愿望 在另外一个中国舞课堂上 来自各行各业 各个年龄段的学员们 正在排练即将进行汇报演出的舞蹈 1996年出生的包志平是一家企业的会计 也是学员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我一个同事邀请我进了文化功德群 然后看到这边有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 然后加上我对中国舞也比较感兴趣 之前学习的时候也 就上学的时候比较忙 然后没有时间 那个现在刚好工作了 有这个条件 所以我就报了名 然后跟文老师一起学习 包志平告诉记者 上学时就会经常参加校园组织的传统文化活动 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中国舞 不仅可以舒缓工作压力 也能提升自己的气质 首先选择中国舞 是我对中华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 第二个是我个人的气质 就是比较内敛一点 然后比较温柔一点 然后感觉中国舞和我个人的气质非常的搭 然后通过学习中国舞 让我觉得可以让自己发挥自己的长处 然后更加有气质一点 据合肥市工人文化工工作人员介绍 传统文化类课程一直是报名的热门 2023年文化工共招收了1500多名学员 其中38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我认为当代年轻人的夜教学习 是一种别样的一个娱乐方式 就是我们当代年轻人或者当代青年 他们充满活力 热爱生活 对求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机态 是一个时代充满希望的一种社会表象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吴宗友认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脉 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牢固基础 优秀传统文化对年轻人的价值观 人生观 世界观会产生积极的深远影响 应以一种包容 鼓励 积极的眼光 来看待夜校的兴起 社会应该给予尊重 支持和引导 助其发展成为传播文化的鲜活载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